尼巴戰爭在進入第24天之後 已經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 面對如此龐大的死亡人數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卻宣布 戰爭進入了第二階段 昨天清晨對加薩展開了地面戰 坦克車大批的駛入加薩 百架戰機也備戰 最難攻破的加薩地道 連援軍也來了 傳出美國的三角洲部隊 跟神經毒氣都備好 美國也要趁此在中東清算恩怨嗎 地面戰開打了 我想玩笑一個目前進度如何 好 我們看到原先上個禮拜 以色列開始利用部隊 並且利用夜色幹嘛 開始對哈馬斯的陣地 進行這種所謂的戰鬥偵察 也就是派部隊 然後看哪邊有哈馬斯的部隊 引起他們注意 而且跟他們開始交火 開始把地點 一個接著一個標定出來 而且為什麼要擺在夜間 因為夜間以色列有科技優勢 我以色列兵 每個人都有星光夜色進行 哈馬斯沒有 所以我看得到你 你看不到我 我就進來就像關門打狗一樣 好 這個時候我知道你的 大致的位置跟部署 甚至於你的重點 駐防的區以後 好 這幾天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開始派大軍進去了 首先當然他們看到 這麼多的車輛 在加薩地區 我們剛剛看到的影片 從紅外線的熱影像 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部隊 開始穿越 原本以色列人把加薩地區 蓋著圍牆 他們從缺口開始衝進去 而且他們不但是有包含像畫面上的 這個Makava這個戰車領軍之外 後面還有裝甲推土機也跟著進去 也就是說如果遇到一些 相對來說是比較軟的據點 就是說可能只有 大概一兩層樓 兩三層樓平房這種 這個時候就用裝甲推土機 直接把它整個推平 就像以前以色列 用來對付巴勒斯坦 這個自殺炸彈客的家人的方法是一樣的 然後如果是強硬的據點 就由以色列這個戰車 率領步兵進行攻堅 因為以色列這個戰車其實也很特別 它每一台戰車 裡面可以帶六個士兵 然後如果進去遭到敵方 反坦克小隊襲擊的話 他的這些步兵就可以從車子後面出來 然後跟這些反坦克的兵進行接戰 然後當然最近你也看到 以色列國防部長葛梁特 他就說第一階段 是用空襲跟地面破壞基礎設施 其實整個加薩 你看現在沒水沒電 整個基礎設施 基本上算是破壞的差不多了 所以第二階段 它是要打擊重點 轉移到清除零星抵抗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利用部隊趁著夜色攻進去以後 找到原先在戰鬥偵察階段 已經找到了這些據點 然後開始逐一加以摧毀 當然逐一加以摧毀 他們到底能夠摧毀到多徹底 這些還有待後面來觀察 當然第三階段 他們會把這個戰鬥 這個爬要幹嘛 要建立一個新的安全制度 哈馬斯其實他本身也已經早就知道 你以色列早晚有一天會殺進來 而且他也針對這些以色列會殺進來 也早做了準備 因為第一 整個加薩地區 其實有非常綿密的這樣一個地道系統 這些地道系統 這些哈馬斯都把這些地道 把它們包含彈藥 甚至用來襲擾以色列境內的火箭彈 還有重要糧墨等等 你看一箱一箱一箱 通通裝在這些箱子裡面 儲存在這些地道中 所以這裡面可以活很久的意思 對 因為其實像這種 它如果再進入這樣的地道作戰 它們本身生存的那種生存欲 或者說物質欲就會降到非常低 只要有東西吃就可以了 所以它甚至就把這些乾糧 什麼都儲存在這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 有這麼多的乾糧跟飲水 可以讓這些哈馬斯的這些分子 在地下到 可以待到大概三到四個月都有可能 而且這三到四個月 它其實都不用再出來 跟以色列出來戰鬥 可能說夜間出來探個頭 看到以色列部隊放他幾個冷槍 然後馬上又躲回地道去 那這樣很難對付 對 所以其實以色列 它們現在也想到用一些 這個什麼樣一個科技的辦法 它說其實例如像一個叫海綿炸彈 這個炸彈其實本身它不是什麼 真的炸彈 但是它就是用兩種物質 化學物質 類似像這種環氧發炮素質 也就是說它如果這個物質 接觸到空氣以後 因為它本來放在一個蛋殼裡面 對不對 或放在一個炮彈裡面 它是讓它兩個分開的 那兩個分開以後 當它如果打到這個目標了 破了它的容積體 就是它裝的這個東西破了以後 這兩種液體混在一起之後 迅速產生化學變化 它就產生一個非常綿密 像那個保麗龍泡泡 而且是那種密度高的那種硬海 保麗龍 而且迅速的膨脹 漲到你看 像比如我們剛剛看到 那樣一個隧道裡面 它爆炸以後 它把整個這個隧道 漲到通通都堵起來 這個時候如果說 萬一你說它這個隧道的部分 它這一頭被丟了一個海綿蛋 另外一頭也丟了一個海綿蛋 在裡面的哈馬斯的這些人 你看它就完全被堵死在裡面 甚至於連空氣都會慢慢的耗掉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對於哈馬斯來說 並不見得有利 除了這個之外 以色列他們現在也準備了 叫做所謂的地道克星 或碉堡克星 Bunker Buster這種炸彈 這種炸彈其實最早是美國 針對像波安戰爭來開發的 因為那時候以前大家都知道 海戰喜歡躲在地道裡面 而且躲到很深 所以這個時候 美軍就拿那種過去 8英寸大炮的炮管把它鋸斷 鋸成一斷以後 然後在裡面裝上炸藥 而且這個每一顆重量 達到4000公斤 你看像這個以色列來說 我們看到最近它很多夜間 他們有F-15I的戰機 夜間升空 因為F-15I 它可以載這種 重達4000公斤的這種專地炸彈 那種專地炸彈 當然跟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個炸彈來講 它還稍微小一點 但是效果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你炸彈從天上掉下來 它有重力 有重力加速度 再加上它自己本身就有4000公斤重 因此它擊中第一面以後 如果你再加個岩石隱性 它撞到的時候 它不會馬上爆炸 但是它往地下鑽 鑽個1秒鐘 0.5秒鐘 甚至可以鑽到5 60公尺深 都有可能 等到地下2 30公尺 3 40公尺 那時候才爆炸的時候 它不但除了炸彈能本身之外 它會產生到地震 又用這樣一個爆炸產生 所以這個地道可能會塌 就把這個地道給震塌了 它現在就用這樣一個辦法 所以這個時候 它那個炸彈的 我們碉堡克星 它主要的任務就是 用來用自己本身的重量鑽地 然後從這個地下產生地震 然後來大面積的破壞 哈馬斯的地下的網路系統 但美國方面也開始幫忙出動 因為畢竟大家也知道 這個加薩走廊下面的地道 之前下有一個講座 可能長達500公里 而且是很多路線是 一般人沒有辦法目前掌握的 對 你看現在整個加薩這個地區 大概差不多這麼大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因為這邊以色列 然後這邊都以色列 這一小塊是埃及 然後這邊是海上 然後這邊是北加薩 然後這邊是南加薩 以色列現在說 你在北加薩之前 通給我到南加薩去 因為它就Evacuation Zoom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北加薩這個地方 你看密密麻麻的 這些都是地道 這些地道 就我剛剛講 其實以色列軍隊 這一段時間已經整個冰城邊際 而且經過不斷的戰鬥搜索 戰鬥偵查去找這些據點 這時候我們看到 美軍也出現了 其實我個人認為 美軍倒不竟然是要真正投入地面戰鬥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過 如果今天美國也投入 直接投入地面戰鬥的話 會讓這個局勢更加複雜 美國很清楚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拉住以色列 不要太誇張 為什麼 如果說今天他衝進去了 然後這個時候實際作戰 甚至有所傷亡或怎樣的話 或直接被哈馬斯 說美國侵略哈馬斯 其實就給了周邊的回教國家 更多的這樣一個藉口 所以他們這次派的是三角洲部隊 三角洲部隊到這裡主要是幹嘛 因為三角洲部隊本身是反恐部隊 所以如果說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 所以三角洲部隊 不等於是美國出兵 是美軍部隊 它其實是美軍裡面 一種非常特別的反恐部隊 如果各位看過黑鷹計畫的話 剛剛看電影上面 其實你會看到 有一個兵是戴頭盔的 但另外有一個兵 是戴一個黑色的膠盔 那黑色的膠盔那時候在電影裡面 大家看到覺得這些人是軍人嗎 然後出去感覺不守規矩 幹嘛 要幹嘛就幹嘛的 但是他們的戰力非常驚人 那個才是真正的三角洲部隊 所以他們那時候在 他進去主要我個人覺得 他應該是要 如果說今天他確定了 有被綁架的美國人的人質 在哪裡 他們就要去負責去 把這些人救回來 或者救到了以後 以色列人把這些部隊 被綁架的人救到以後 交給三角洲部隊 為什麼 因為今天又有一個新聞 美軍的八堂號兩棲攻擊艦 已經進到了東地中海 這個時候如果說說 如果有美國的人質獲救 這時候經過三角洲部隊 初步的檢核認定之後 送到八堂號 後續才能夠接續運到回國去 因為你在恐怖分子手中 哈馬斯手中 這麼些天 到底發生什麼事也不知道 總是要對你做一些 比較詳細的檢查 不過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美軍有出現 然後這個時候 哈馬斯的武裝團體 他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手中有大量敵方人質 而且這些人質 你要怎麼樣來跟我換 很簡單 你以色列就要清空 你現在監獄中 所有巴勒斯坦的囚犯 因為這些巴勒斯坦囚犯 都是過去在進行恐怖攻擊 或恐怖任務之中 被以色列逮捕 或者以色列逮捕 認為這個人有問題 就把他抓起來 關起來 但這個時候 哈馬斯武裝團體 放出這樣的訊息 是不是有一點點 想要跟以色列談條件的味道 對 其實是bargame 就是那個談條件 就是說好 我現在手邊有這個人質 你不跟我談 那這些人質可能會變成 這個人肉盾牌 你如果不把這些人 這個跟我交換的話 他們後面 你這樣又打進來 他們到最後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是真是真 以色列你才要負全責 為什麼 因為我並沒有去殺他們 我只把他們當人肉盾牌 結果被你們打死了 其實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看那個由美軍來 主要可能我相信也是為了 他手中美國人質的這個部分 其實另外 美軍在這個區域中也很尷尬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主要現在是加薩地區在發生問題對不對 但是美國在敘利亞境內 或說在伊拉克境內的一些美軍基地 居然也遭到這些 一些不明來路的這樣的攻擊 譬如說你看在敘利亞 戴爾祖省的這個地方 他本來有控制油田的美軍 等於說他監控油田的美軍的基地 一個晚上遭到十來次攻擊 你看一晚被轟十五次 對啊 所以美國人就認為 這個部分伊朗是很有可能是背後的元兇 所以美軍你看 他現在也派出戰機 到伊拉克跟上空 開始繼續進行巡邏任務 也就是說如果伊朗 你在這個過程之中 對美國的作為 或美軍在這個區域的一些 既有的這些基地太過分了 因為其實美軍雖然說 他現在已經撤出伊拉克 但你看其實在巴格達附近 美國他這個地方其實還保有兩個空軍基地 這就是美軍的基地 對 美國空軍基地 另外其實在敘利亞境內 美國也有一個 Garrison 就是軍營 這個軍營就是要負責來維護 這邊油田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油田被恐怖分子奪去 或是說回到激進分子奪去 這時候他產的油 是不是就源源不斷的就會變成錢 然後資助這些恐怖分子下去 現在伊朗他們就鎖定 像這樣的一個基地 然後對美軍進行一個洗腦式的攻擊 這樣攻擊的情況 他其實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美國拖下水 為什麼 因為如果把美國拖下水 就可以更好強調說 伊朗現在在這個地方 支持哈馬斯他們所進行的 加薩地區進行的這個盛戰 是有正當性的 如果說他的盛戰正當性 美國人也陷進來的話 這個時候就變成一個 新的十字軍東征 所以其實美國也非常小心 為什麼說 今天他雖然有三角洲部隊進去 但是我都相信 不是主要直接擔任這個作戰任務 而且請你看以周邊來講 又有敘利亞 還有貝魯特 貝魯特也有真主黨 然後約旦河西也很麻煩 然後加薩當然是 現在更不在話下 對美國來說 就要非常小心 緊鎮地處理這中間 每一個國家或每一個族群之間 不同的這個部分 要做好精準的打算 把最大的目標 當然是放 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五七新聞網 真相不漏網